河北挖出五大狼墓 专家打开棺盖后 只见一具男尸容貌盛伟 身长八尺 隐隐间有关公之姿 身旁还躺着一个妙龄女尸 这是五大狼 怎么可能 就在所有人目瞪口呆时 一座木志明的出土 解开了一段隐藏了千年的冤案 面对铁证如山 一位考古人员仰天长探道 我们都被水浒传给骗了 史学界应该给五大狼翻案 那么问题来了 历史上的五大狼 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具神秘的女尸又是谁 1946年5月的某天下午 河北刑海一个村庄内 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坟堆面前 不住的磕头 为首的组长声泪俱下 老祖宗请您原谅 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麻烦您施舍点 原来这是五世后人 在跟五大狼讨要宝贝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庄子里男女老少千余口 全都自称是五大狼后人 而且村东头还竖着祠堂 整殿上恭恭敬敬地 供奉着五大狼的牌位 彼时正值内战之际 又恰逢灾年 村里一多半都接不开过了 这才铤而走险 打起了老祖宗的主意 一炷香后 八个精壮汉子赤膊上阵 三下五除二就截开了坟 下一秒 一尊崭新的南木棺材 映入所有人眼帘 虽过了千年 但上面的漆仍旧光亮如新 四脚还刻着山水花鸟图案 哎呀 老祖宗显灵了 这里面肯定有不少宝贝 在众人的轰闹中盖板硬生落地 没想到里面居然躺着两具尸骸 男的长须在身 衣着考究 四肢修长 像极了历史上的官二爷 女的发际整洁 指甲纤细 盖着绸缎紧背 隐隐间透露着大家闺秀的模样 哎呀 发财了 下一秒 几个年轻小伙激动地甩开膀子 在关内摸了半天 结果连个值钱的误解都没有 最终 这场挖祖坟行动 以失败而告终 转眼间30年过去了 1992年 一支考古队 在河北省文物普查时 偶然间得知了此事 带着疑惑 他们走进了五家村 下方此时 村里正在修缮祖坟 在祖长的带领下 专家们来到了 那尊南木棺材面前 仅仅一眼 心里多年的认知 便轰然倒塌 这怎么可能 五大郎不是小说杜传的吗 实际的签证 就是说 实际安全的证 有实际安全的后领 河北挖出五大郎木 专家打开盖板后 只见一具男尸 容貌甚伪 身长八尺 隐隐间有关公之姿 身旁还躺着一位 妙龄女尸 就在所有人目瞪口台时 一座木志明的出土 解开了一段 隐藏千年的冤案 经过测量 这具南木棺材 长约两米 乃是典型的 夫妻合葬官 在明朝时 常被达官贵人 用作装链 但可惜的是 因为缺少赔葬品 并不能认定 男的就是五大郎 你说这是五大郎 小说里他不到一米四 你这都超过一米八了 他这个小腿的腿骨 是六十一股分长 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 武士后人又搬出了一个铁证 这是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 上面清晰地刻着 武功绘植 自田岭 同时为大郎 等字迹 原来绝坟当日 一个眼尖地 在土堆下刨出了这块碑 起初大家以为是个不值钱的石头 便丢在了院子里 风吹日晒 后来才晓得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穆志明 经过破译 证实了村民们的老祖先 原名叫武侄 小时换名大郎 年轻时用功读书 考取功名 后来被朝廷提拔 到山东阳谷县任知县一职 任知期间 劝客农丧 为官清廉 百姓为了感激他 曾做万民伞赠送 至于他身旁的神秘女师 正是当时知州的女儿 两人一见如故 郎才女貌 即为夫妻 子女姓潘 名金莲 后为五职生养了四个孩子 武大郎 潘金莲 杨古县 事到如今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很显然 施奈安笔下的水浒传 是以这对夫妻作为原型的 可问题来了 现实中的武大郎 长得一表人才知书达理 韩金莲更是大家闺秀 高官千金 怎么到了小说中 就变得如此下贱不堪呢 难不成 这背后有什么隐情 河北挖出武大郎墓 面对铁证如山 考古人员仰天长探道 我们都被水浒传给骗了 史学界应该给武大郎翻案 为了还原当年的真相 专家们调阅了大量的史料 结果发现一人与此事有关 他叫黄唐 昔日曾是武大郎的同乡 小时候 因为家境殷实 没少接济过武大郎 再后来武大郎官拜阳谷县令 不巧一场大火把皇家移为平地 为求生计 他千里迢迢来到山东 投奔自己的好友 一开始两人也是有说有笑的 可一个月过去了 黄唐发现 朋友绝口不提重建房屋的事 就这样 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县衙 回去的路上心里越想越不甘 恰逢此时 西门庆出现了 这家伙是县里有名的地头蛇 坑蒙拐骗 无恶不作 曾因为欺压良善 被武县令狠狠教训过 就这样 三杯酒下肚 两个失忆的人沆瀬一气 开始编段的造谣抹黑 往县令夫妻身上泼脏水 在黄唐等人的口中 武大郎相貌堂堂的人物 成了面貌丑陋 只会卖吹病的小贩 而潘京连更为不堪 一个千金小姐 芝州家的掌上明珠 被捏造成了水星洋花 与人私通的淫妇 随着听众越来越多 黄唐本人心里 那叫一个大仇得报 可谁料他刚一进入村口 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原本空荡荡的宅地上 凭空冒出一所 三进三出的院子 事后一打听才得知 这是武大郎 托人找木匠瓦匠新修的 本想着给老朋友一个惊喜 却不掉沿途发生了 这等肮脏之事 再后来三人成虎 众口朔惊 那些捏造的情节 传到了说书人的耳朵里 后又被施奈安记录在侧 编成了水浒传 这对正主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为官 却忍受了六百多年的谩骂 临死前 武之命人在木志明上 留下了这样几段话 道尽了一生的委屈 悠悠岁月 立地沧桑 明节无端诋毁 古墓横遭劫匪 令梁氏贤富 隐恨九泉 痛惜思宰 从中可以真挚地感受到 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 流言蜚语 对一个人的杀伤地远胜道歉 如果时光可以倒转 希望那些悲剧不会发生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